WTT宣布国拼徐英斌曹薇多哈退赛原因 新加坡于梦宇退役 2022年3月23日 世界拼弹的两个关键词 退赛退役 国拼男双组合多哈突然退赛 WTT常规挑战赛多哈战 男双半决赛选手徐英斌曹薇下午突然没有征兆的退赛 引起一片哗然 联想到中国羽毛球队在海外应对员换新冠 而整体退赛的新闻 令人十分担心 好在不久后 世界拼连WTT就官宣了原因 中国选手徐英斌因商退赛 因此徐英斌曹薇的对手 瑞典佩卡尔森梅米法尔克自动晋级男双决赛 球迷朋友们悬着的心 可算是放下来了 新加坡于梦宇宣布退役 新职业身份已定 新加坡选手于梦宇 结束了16年的职业乒乓球生涯 宣布退役 在3月22日 新加坡乒乓球协会 SPTA的年度颁奖晚会上 于梦宇获得了年度明星球员称号 随后 他发表了上述声明 于梦宇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亮点 他最后一次参加国际比赛 是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 他以第四名的成绩 取得了职业生涯最好的成绩 在同牌赛中输给了伊藤美成 这位新加坡球星 是在10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上 击败中国队夺得金牌的历史性球队的一员 在英联邦运动会上 于梦宇也是领奖台上的常客 他获得了三枚女子单打银牌 两枚团体金牌 以及一系列双打奖牌 于梦宇职业生涯的下一步已经确定 并将继续留在乒乓球界 宣布退役后 于梦宇被任命为新加坡拼携青少年发展队的助理教练 祝徐英斌早日康复 祝于梦宇心徒顺遂 乒乓往胡青园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